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走 我是孟琪 明天高中以下的学生就要开学了 为了要防疫 现在校园是全面备战 好 另外传出今天下午又有一批59万剂的AZ疫苗要到货了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有待稍后指挥中心来向大家证实了 而在国际的局势上面 中国又出招了 宣布说9月1号 也就是明天开始 所有的外国船只要进入到他们自己定义的领海 统统都要通报 好 这恐怕会大幅提升海上冲突的危机 不只对外很霸道 对内中国也是下手毫不留情 从小燕子赵薇被封杀的事件 大家就可以看出端倪 外界揣测中国有意要启动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 好 习近平到底想做什么 我们稍后好好来讨论 好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邱志伟 好 再来欢迎到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周春敏 好 稍后还会有国民党新北新元业元支 以及资深媒体人温生温大哥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 没有赶快来看到的是 史上最长的暑假终于要结束啦 明天9月1号就要正式开学了 不过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今年要升上小姨的新生 他们的爸爸妈妈是不可以陪小朋友进校园的 那学校也很贴心 赶紧在今天就安排 让小朋友们提前来场刊认一下教室 以免明天一开学就迷路走错间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完整报道 开学了 我们要开学了 我们要开学了 让我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开心到想要在校门口来一曲 小学生终于结束最长暑假 准备开学了 门口跟爸妈拍完纪念照 在排队分流 认教室 会紧张吗 还好 应该不会 因为学校都很好玩 有同学可以陪伴我 对比小姨新生 等了三个月终于能上课交朋友的兴奋 开学日不能陪孩子进校的家长 部分学校开放提前场刊 但要操心的可多了 他比我淡定 当然就全面都要戴口罩 然后进去要量额温 然后手要弄干净 然后吃饭要隔板 跟他说要开学了 然后小学跟幼儿园作息不太一样 还蛮焦虑的 因为他已经三个多月没上学了 第一节下课是一年级或三年级 然后第二节下课是四年级跟五年级 然后把它分断 除了最多人群聚的中间下课要分流 午餐时间也要假防疫隔板 不过各校防疫措施白白种 像嘉义男星国中就有管越勇士 让孩子兼顾防疫还练习 但即使做足准备 还是不少家长希望孩子待在家 北市排版最多可请两周的防疫假 家长普遍观望 不过医师也提醒防疫第一关 在暑假开学一周后 就是9月7号前后 要特别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要吃午餐的时候 我才会把它拿架来吃 不然口罩就这样子 脏掉了 这里也有游乐设施 还有很多 有两个游乐设施 超棒的 记得游乐场在哪 可别忘了教室在哪 看看小易新生在校门口 有缺约自己走的 也有几年爸妈的 但不论哪一种 都要准备收心 勇敢地一个人上课咯 好 扫票们要收心咯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是指挥中心正在召开记者会 一起来看 两例的关联不明 一名疫调中 这三名现在目前 还比较不知道它的一个来源 那持续会做 我们的疫调 那按16066 就是我们进来 进来的 机师 那有突破性感染 这个案子 那所有匡列的 需要检验的都检验完毕 总共 我们匡列26人 那已经拆检了26人 那全部都是阴性 那这案子对周遭来讲 应该对社区的影响 应该看起来是比较好 那今天下午 大概我看报纸也有在报道 那今天下午有 阿斯拉基尼卡的疫苗59.5万剂 在今天下午会抵台 那这是我们双边购买的疫苗 所以从 泰国厂这边过来 那今天下午3点14 3点40分会到 那我们现在跟阿斯拉基尼卡 所签购的1000万里面 到目前连这一批货 那到达是327万几 327万几 那他还是一样是每瓶10人份 那要存在2到8C的一个 2到8度C的环境里面 那本批的有效的日期是到 110年12月31号 110年12月31号 那我们前一波对于AZ的预约 大家来选的 到 应该是又开到29岁 那总共来登记的应该是 已经完成预约的是80万5千 80万5千 那所以加上我们这新到的这疫苗 所以我们再往下开 再往下开 所以我们可以 开到23岁 23岁 这里面是7月49日以前 已经意愿登记 选择AZ疫苗 那尚未接种疫苗 是23到28岁的民众 就是含这个198 1998年12月31日 以前出生的 那预约的时间是从9月3号到 10点到9月4号的18点 那斯拉的时间 就是我们这一批里面从9月3号又打到9月10号的最后两天 就9月打的时间是9月9号到9月10号 因为这大概要运用到我们这一批刚进来的疫苗 这个疫苗要封签检验 检验封签也要有时间 所以我们是开到23岁 那23岁到28岁的他登记的时间 预约的时间是9月3号10点到9月4号的18点 那斯拉的时间是9月9号跟9月10号 所以还预约的时候请注意下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进来大家有些因为看到BNT疫苗会进来 所以有有一些可能本来可以打这个AG的 或是符合预约资格的人想要改选 第二就是说 当然你本来 就是说你有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 但你没有去预约的 未完成预约 那从8月31号下午4点 以后就可以来加选BNT 那如果是完成预约的想要改的 那到9月11号起 才可以加选 反正就要到 因为你已经预约了 所以到9月10号你都没有去打的话 那也可以 再改选 好 另外在BNT的接种里面 初步 初步大概先 在学生 12岁到17岁 这样的一个学生 主要是在校园 那照册 接种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对象 那自己要到医院 打的 那可能就拿相关证明到医院去打 那另外呢 我们会也会再开放18岁到22岁 18岁到22岁对象 那会到预约的平台 那做医院的登记 及预约 所以这个 这个相关年纪的在这一次里面 达到可能性是很高了 那所以 符合资格人也尽快去预 尽快到预约平台做医院登记 如果还没有做的话 那因为经常有人在讲说第二类的人的施打的情况 怎么样 所以我们也把 这个第二类的人员对象别 还有 试导的情况 会跟大家做报告 那这里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对于我们的 应该不在我们这个 基层的工作者 相关的救护车或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或是执行居家检疫隔离服务工作者 CIQS 那第一线的警销等等的 这些我想大家都会觉得说 都我想质疑比较少 那主要质疑是在 政府官员这一部分 所以看到就维持防疫体系运作中央政府的官员 里面 现在施打第一季的 1692名 施打第二季有925名 那在地方政府的官员里面 施打第一季的 有24793人 施打第二季有5886人 那这些都是在第二类里面有因 跟着造册来施打的人员跟技术 让大家也一并的公布 让大家来了解 好 那我们今天的 那还有 我们今天的 昨天也是因为已经 没有这特别的这个所谓在平台的施打 所以技术比较少 那总共我们昨天打的是两万三千多剂 那我们的 技师人口 技师人口比是46.56 那人口的涵盖率是42.73 那刚才大概有讲过 大概就到现在 到今天 中午 我们刚才讲说到28岁的 29岁的 AG疫苗的 已经预约完成的 预约 完成预约的有80万5700 5703人 那至于登记BNT的有350万的嘛 大概350万 340几万 350万 到 那个是341万 341万 那持续的增加重 好 那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来 主管好充实提问 我想跟主管确认 所以就是 我们这一批BNT疫苗到获的数量大概是多少 那 今天所谓开放18到22岁的这个剂量 就是扣除掉学生 预先保了大概120万的学生族群打完之后 然后优先提供这个对象接种 是不是 想要 确认这个意思 然后想问说 因为 那这个接种是会排在 第八轮来进行吗 然后大概是什么时候 然后 轮次很难说了 你的重点应该就是说 12、17岁 这是我们计划性的施打一部分 然后剩下的疫苗 我们会开放给18到22岁的 来做登记 这是说在以前的这样的登记的例外 跟以前登记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我们特别宣布 因为我们前一段AZ也开到23岁 我们希望把这个缺口 把它 补起来了 让它补起来 那至于大的量子 应该 一次大概都是九十几万吧 九十万出 出头 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 大概分两批 好 来 不好意思 那因为 就是因为有蓝林立委建议说 是不是在 接种对象 就是除了 学生之外 我们这次 因为刚刚提到说十二 十八到二十二岁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施打就会按照年龄 不会按照 之前 指挥官提到说 可能会按照一到十类 这样的 类别来打了吗 是不是 这个规划的政策上有点改变 一到十月的人很少了 不过我们现在 目前来讲 先根据量 反正 因为现在大家还讲 比较就是 最关心 因为其他人都有机 机会打 各种不同的这疫苗 那十二到十八 因为十八岁 当然有这个二十一 二十二可以打高端 不过基本上 他们打的机会比较少 而且当然 一方面学校开学多少是在我们在考考虑的范围 之内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缺口先把它 补起来 那至于其他的 我们再跟大家做报告 指挥官好 我想请教就是十二 十八到二十二岁现在可以开放预约 然后台湾大学是 希望说 学生也可以直接造册施打又考虑 朝这个方向来前进 学校大学生里面造册施打 不见得会比较 比较 比较方便 不过 当然他学校有这样的意见 这也不是不能考虑的 我们跟教育部再来做讨论 不过一般 学生应该现在施打点很多 那十八岁到二十二学生应该他自主性 也蛮高的 所以在预约平台里面直接来打 应该是更方便的 请问一下那个指挥官 那我们在打的顺序 的话是十二到十七岁这个途律先打 如果疫苗 到了 还是说两个会同步进行 同步开放 那如果 平台开放的话 会先以 BNT的话 我会先以十八到二十二为主 才会开放到几家年龄层 那是不是也是 一样由二十二岁往十八岁开打 这个大概 这两个对象就是会让满足十二到 十八到二十二岁的 所以谁先谁后 大概没有特别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十二岁到十七岁基本上会从 比较高年级的往比较低年级的去打 就是这两个族群的话 会同时间开打吗 还是说 先打十二到十七 然后打完再打十八到 二十二 会先是十七到十二 想请教一下部长 因为之前有问到说 十八到二十二岁的族群 好像没有 疫苗顺位都被排在比较后面 那当时 指挥中心的回应是说 还有AZ跟莫德纳打 那想问说 怎么后来又决定让他们先接种了 BNT 因为也有外界疑惑说 像很多高龄的 长辈他们都还没有打到第二剂 那为什么 没有先让他们开放BNT疫苗剩余的 可以混打 让他们可以更提高保护力 其实这一直负负负责 骑马骑牛的故事一直在问 我已经回答过 很多次 我们还是以最大的效益为考虑 就像大家讲说 打了第一剂 你可能有五六十的保护力 打了第二剂 可能有八九十的保护力 那所以你这两剂让两个人去打 你可能得到 一百到一百二十的保护力 对整体的社会 那在一个人的身上只有八九十 那相较而言 这整个 在社会的防护力上面 广泛的打第一剂 我们的社会防护力会比较好 在有限的 疫苗的前提之下 水管 这边我是要请教说 现在目前 有没有掌握到正式教师跟代理老师的疫苗 接种的比例是多少 那还有多少人在等 那尤其这个新进教师跟代理老师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惠瑞 这边有董事透露说 今年的秋末或冬初 美国的FDA将批准5到11岁的孩童 可以施打BNT 那如果通过的话 我们这边 会跟进上海童来施打吗 谢谢 第二个我想现在在 那个老师这部分 应该我们的疫苗已经都充分的提供了 充分的提供了 那可能在 各地方有他一定的排程那去打 所以没有就是说现在 那一部分的老师代课老师是没有疫苗在等的 都有了 那至于就是说 未来美国FDA当然有通过 相关的一个年龄 那我们也经过审查 药厂的相关的 资料 那我们再来做决定 部长不好意思 就是其实这一两天都有一些 陆续有一些消息 是有讲说 这个我们的BNT疫苗大概确定就是会在9月1号 也就是明天会抵台 那这个部分可以帮我们证实 一下吗 然后以及就是大概抵台的 货量大概会是多少 以上谢谢 时间我真的没有办法掌握了 不过他讲的 那个时间是很接近的 那货量大概就是90几万 部长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在评估18到22岁的民众 我们这个族群大概有多少的人 就是 因为之前高端有开放到20岁 所以我们目前预期还要需要这边接种 第一季的18到22岁的人大概有多少 要看看到时候 应该在我们的平台里 我看起来是要抽100万 18 49 20 我到22又超过100万 周朴你应该比较清楚 应该超过100 21 22 18 49 大概将近100万吧 将近100万 我问一下 那如果我们BNT开放在平台施打 会先是施打18到22岁这个族群 然后再往上 往上开放 因为很多民众原本要打莫德纳 现在都已经有转单器 转单的的样态 那 会先打完18到22再给上面的成人打 那个转单的人吗 我们到时候有决定再跟大家报告 主委官你好 因为昨天在那个新竹县宝山乡 有一名80岁的夫人确诊 但他第一次PCR的时候 CT只是36 然后第二次却是阴性 那新竹县俯视署已经把简体交给中央去判读 请问他有掌握这个案例吗 他算不算是本土确诊 那今天这个案例的他的一个简体 不管是他后来 再采的 跟他第一次采的简体 那送到昆阳 昆阳里面再度的复检 那是阴性 是阴性 那在 新竹那边检验的时候 大概他检验了4次 两阳两阴 那两阳的都是同一家工厂的 同一家 那个药厂的机器 那分别是36 CT是36跟35 那另外用两 其他不同的两个机器去验的是阴性 那到昆阳我们再仔细的 再从他第一次采的那个简体 那跟后来再采的简体 我们同时验 那目前的报告是阴性 好 我们看到今天全台的本土病例数 跟昨天一样都是新增三例 那刚才指挥中心也证实了这一项好消息 也就是等一下呢 大概3点40分左右 就会有一批这个59.5万剂的AZ疫苗 会从泰国运抵到这个桃园机场 那另外呢 刚才指挥中心也有透露 确实这几天会有一批BNT疫苗 大概是90几万剂左右会运抵台湾 那原本说要保留12到17岁给这个青少年来接种 接着呢 打完这一群青少年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开放给18到22岁的这个青少年族群 来施打了 好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疫情比较趋缓 所以双铁承载量上面也是有放宽了 好 从8月30号起载客上线呢 从7成可以提升到8成 好 那另外也开放车站里面尚未验票的非付费区 可以再维持社交距离下来饮食 好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票还没有进闸门口之前 都可以吃东西啦 但是进了闸门之后就不行了 好 不过接下来就开学的部分 我们要先来请教村民委员 明天好 就是9月1号开学日了 好 那我们看到呢 因为现在其实因为防疫隔板是必备的 可是现在还是有零星的学校 这个隔板还没有到位 可是市长柯文哲是说 没关系也请大家不必那么担心 因为教室保持通风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如果小朋友要拿便当去树下去外面吃东西 其实也可以的 好 那另外因为之前有新北市这个三峡的群聚案 一家十口里面确诊里面有好几位都是小朋友 所以侯市长就问道 如果确诊者是旧案 CT值很高 不太具有传染力了 难道学校也要停课吗 这样会不会影响太大 针对这个问题 阿中部长是说 如果说没有马上停课 万一造成群聚就来不及了 所以会从严来考量 也就是说呢 经过后续调查之后 当然如果说真的CT值很高 那可以提早来复课 可是一查到 还是要赶快立即来停课的 好 有关明天就要开学 春蜜委员 我刚才上节目之前 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 台北市这边说 大概有将近15%的小朋友 家长都帮他们请了防疫假 因为很多家长说 想要再观望一下 才要送小孩去上课 您怎么看 我想家长这样的心情 我们是可以体会 所以政府单位还有教育单位 就要更把这个相关的防疫准备 要来做好 那我想这个防疫不只是观念的 不只是相关物资的准备 还有观念上面 大家的一个交流沟通 或者是厘清都是需要 那对比诸就是说 侯友宜市长他是要求说 如果确诊者 是不是要全校都停课 因为陈时中部长的 那个指挥的标准是 一个教室一个班级 只要有一个确诊就停课 那一个学校两个确诊 就全校停课 那他基于他这样的理由是说 因为你刚确诊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判别 他的CT值是到哪里 所以先防抵 预抵重演 就是说我们先停课或停班 那如果详细的这个检验的资料出来之后 要做调整还是做调整 那我想明天9月1号学校开课 大家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忐忑 刚刚那些小朋友都很开心 我们看到很开心的画面 我们也很开心 其实就是又开心还是会有点担心 那但是这个毕竟是毕竟的过程 我想接下来几个月几年内 我们大家都要尝试着 跟这个病毒来共存 就是同样的这个和平的和谐的生存 所以要从这些经验里面 从这些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去找出说 又能够维持我们既定的生活 又能够维持平安健康 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所以这个是要努力的 那随时也是可以检讨的 那当然也是随时要受监督 我想大家都可以来 比如说校长 学生家长心情 我们就可以体会 那也许他可以来分担 学校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但他也要把他自己 小孩这边的教育顾好 那家长自己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我觉得我们先尊重他 那因为这还是一个过度的时期 目前还是不太稳定 那现在疫苗就慢慢的 刚刚指挥官跟我们分享 一些很好的一些讯息 我们也觉得很安心 包括AZ我们可以下打到 23岁到28岁 那中间这个造册的是12岁到17岁 那18岁到22岁的这个年轻朋友 我们可以预约BNT了 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到位 也没有办法说一蹴可击 但是我们很多很多的角度 很多很多的面向都要准备好 那当然也会接受大家的监督 也会随时做检讨 那但是防疫还是需要大家 齐心协力团结一致 没有错 明天9月1号开学之后 又是一个防疫的新考验 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来看到 等一下这个3点40分 即将迎批最新一批59万剂的 AZ疫苗运抵过来台湾了 我们稍后回来一起来关心